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复活节的长周末 多伦多的天气呢,还很冷 现在呢,是七度左右 今天晚上呢,会到零下两度 我的花园呢,还没有来得及收拾 到处是落叶 不过呢,已经开始有星星点点的花朵可以看了 眼前这株小巧可爱的球根花卉呢 是Siberian Blue 西伯利亚兰花 这个花呢,它是春天最早的球根花卉之一 很可爱,颜色呢,超美 花很小巧 它很容易窜,很容易长 但是不影响,假如你想在哪里种什么的话呢 把它刨了就是,到处都会长的 但是不影响花园的任何其他植物 我的圣诞玫瑰开了 铁筷子 这一朵呢,是黄色的 花还挺多的,不过呢,今年是头一年 因为我是去年秋天才种的 花长得不是很好,有点小 不过花朵挺多的 你看这儿也有花苞 这儿也有花苞 应该可以开六七朵花吧 还是蛮可爱的 现在呢,地都很干,还没有开始整理 它们就先开了 这一朵的颜色呢,超级深 这个 深紫色 它白天的时候是开着的 现在是傍晚,有点合上了 看不太清楚 这儿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过几天应该开了 水仙呢,也有微微张开的 还没有全开 不过我想说很遗憾的呢 是我的 Crocus 藏红花 被,可能是兔子吧 全部 连头 整个里贴着地 全部啃光了 Raspberry Splash Sage 今年长得非常不好 零零星星呢 开了一点点 不过它的花呢 真的好可爱 好几种颜色 郁金香呢 已经很大了 花苞已经非常明显 很快就开了 看看 这是我的皇冠贝目 长得有多快 花苞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有两种 一种红色 一种黄色 这个看起来像是黄色 它有一大圈花苞 你看 这一颗好像是同样的颜色 这两颗高的也许是 都是黄色 那边呢 还有两颗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品种的关系 还是我种的太深了 花苞也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事实上这个花苞更大 这个花苞的颜色看起来更浅 可能这个是黄色 刚才那个是红色 不确定 只能等着它打开了 现在天气这么冷 还长得这么快 这是粉色的风性紫 快开了 快开了 旁边呢 就是我说的 Crocus 贴着地呢 都给吃光了 应该是前天吃的 这两天呢 又从地下呢 长出来一点点 就是叶子呢 长出来一点 可是花呢 全部都没有了 这应该是叫做一扫光 看到吗 好可怜 这是我的一株牡丹 毫无疑问 这里面肯定是有花苞的 好大好大 好壮 我觉得开七八朵花 应该没问题吧 今年 这是第三年 这是Virginia 它是一种四季长青的植物 叶子呢 肥肥大大的 很像是热带植物 但是呢 它非常耐寒 夏天呢 叶子是绿的 到了秋天呢 就变成深绿色 发红 在冬天呢 就变成紫红色 经过严冬呢 有一点残破的样子 但是呢 它真的是非常耐寒 你能想象 这样一片肉质的叶子 能熬过零下二十度的盐冬吗 它的花感呢 会随着它开花 慢慢的还会长高 其实会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呢 有红色 粉色和白色 我的呢 是白色的 这个位置呢 长得不好 因为实在是太平级了 在树下都是树根 眼下就这些了 估计下周呢 会有更多花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